哈囉大家好 我是聰哥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遊戲是我們的新遊戲 地層對決 地層對決是一款兩人的對戰遊戲 大家可以看一下封面 那簡單說就是兩個勇者進入地下城冒險的遊戲 那因為它是一款對戰遊戲 它在遊戲中有非常豐富的勝利條件 它其實有四種勝利條件 只要達成任何一個你就可以獲勝了 好 那我們簡單的來開箱吧 好 說明書 中英雙語 先跳過 再來遊戲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玩家幫助板塊 有紅色跟藍色 那就是一人拿一片 這樣子 再來這是血量跟等級板塊 紅色是血量 這是等級 那我們一樣放中間 先選擇一個起始玩家 那起始玩家的血量是8 後手的玩家的血量是10 以及大家不管是誰等級都是0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我們先稍微放旁邊 這是紀錄的 等一下我們中間會用到 OK 好 遊戲有這樣總共六個排庫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魔法牌 魔法牌我等一下介紹 呃 大家看一下 綠色是1 紅色是2 青藍色是3 眼睛代表BOSS 等一下呢 就是代表呢 我們等一下會到 地下層1樓2樓3樓探險 那遊戲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六張的紫色牌隨便洗 然後丟一張在第一層 兩張在第二層 三張在第三層 然後 就再隨機洗一下 那 就各層樓稍微洗一下這樣子 好 好 接下來呢 二三層樓暫時用不到 我們就先放旁邊去 好 這裡有一疊藍色的牌 跟一疊黃色的牌 大家注意 這兩個排庫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是中文的玩家 你就使用藍色 你是英文的玩家 就使用黃色 那 因為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中文介紹 我們英文這疊牌庫 是整場遊戲用不到 就可以直接移除了 用不到 好 起始設置上呢 一開始從藍色的 英雄能力排庫裡面 先抽七張 好 七張 由起始玩家 我們剛剛說紅色是起始玩家 起始玩家先選一張走 那大家一開始可能沒什麼概念 我們就隨便選 再來後手玩家選兩張 再來起始玩家選兩張 後手玩家再選其中一張 最後一張就移除掉 不使用了 所以這兩疊 以及剩下的卡 都用不到 好 可以 所以現在開始是所有的玩家 每個人會有三個職業能力 這樣可以吧 應該稍微看得懂 好 首先我先講一下 一開始獲得職業卡的時候 他們本身是沒有效果的 他是一開始是沒有 你在未來的遊戲進行中 隨著你的等級提升 你可以花時間去學你的職業卡 那直接卡的介紹 我們放到後面再講解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 設置好 就是 選完卡片之後呢 我們就把第一層樓拿出來 按照我現在的方法擺喔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擺放擺完之後 會長得像這樣子 5x5的一個方陣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玩家幫助卡 我們現在開始介紹遊戲啦 大家看得到吧 應該還可以 好 首先 首先我們先講遊戲目標 第一個 當你的等級比對方高超過4級以上時 你立刻贏得勝利 這樣可以喔 好 第二個 當你獲得六種不同元素的時候 你會贏得勝利 六種元素分別是 水火 地 雷 跟光暗 你獲得六種不同元素的當下 你就贏得勝利 第三個是 你把對方打到沒有血 你也贏得勝利 OK OK 好 那這遊戲基本上是 沒有辦法主動打對方了 但是你可以藉由使用陷阱的方法 扣對方血 有時候對方就被踩爆了 OK 然後第四個是說 當我們遊戲進行結束之後呢 如果沒有分出勝負 等級較高的玩家獲勝 我們遊戲進行就是一樓 等一下打完之後 會進到第二層樓 打完進到第三層樓 如果三層樓都打完沒有分勝負 就算看誰等級高 就這樣 OK 接下來怎麼進行呢 首先輪到你的時候呢 你這裡有五張牌 你就是每一行去看 你可以選擇每一行最下面的牌 這樣子 OK 選完之後呢 你有五件事情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是執行它的卡片效果 等一下每一張卡片效果 我等一下想 大家就稍微記一下 第一點就是執行卡片效果 第二件事情就是修行 你可以把這張卡片直接移除 然後拿去補3D血 這樣OK 第三件事情叫學習 我們剛開始是不是一開始 每個人會有三個職業卡 你可以把一張卡片 拿來學職業能力往下插 這樣代表呢 未來 你就這樣往下插進去 代表未來他就可以發動這個角色的能力 每一個職業一次只能學習一次 就是限定的 每個職業只能學一次 然後 職業卡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的能力是下方這裡 他的條件是這裡 這個代表說他需要等級一級才能學盜賊 一開始大家等級都是零級 那有些比較強一點的職業呢 他就需要等級較高 像是法師 他就需要四級以上你才能學法師 那學習是不會消耗的 就是一個條件滿足就可以了 這樣子這個動作叫學習 第四件事情叫血技 血技是一個你要搶關鍵牌使用的 就是說呢 假如我今天是不是只能拿這五張牌 最下面的這五張 但我今天好想要拿這張溫泉喔 怎麼拿 我可以做一次的血技 把這張卡片橫置在我的場上 第一次做血技我要扣兩滴 然後我可以再做一次的動作 就是從那邊 假如我今天是右邊的玩家 紅色玩家他用血技嘛 我就扣兩滴血 之後每次血技完又是我的回合 所以他可以再拿這張卡片 這樣可以嗎 如果他想要這張卡片也OK 他可以再做一次血技這樣子 那你第二張卡片要扣四滴 所以他就已經扣了兩滴加四滴 總共扣了六滴血這樣子 血技橫置的卡片是會放在場上累積的 所以你太早期使用血技之後 你後面用血技的代價是會非常龐大的這樣子 好這東西叫血技 好第五個東西叫移除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這裡有五乘五的方向中 會有一張是紫色的卡片 就這張 我們剛剛一開始是不是有設定 有放一張紫色進去 就是這張BOSS BOSS這張卡片呢 他不能用來進行休息 不能拿來學習不能血技 BOSS你要嘛就是執行他的卡片效果 或者是進行移除二選一 這樣OK喔 因為其他卡片你可以拿來休息 所以你就不會選移除 因為休息的效率是比較高的 只有BOSS他的條件是 你打不贏你就只能移除 他會卡你一個動作這樣子 好 我們剛剛講完了五個動作五選一 再來我們講執行的卡片效果 什麼叫卡片效果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裡有25張 第一個是夥伴 這個顏色青色的 好 夥伴的使用效果是 把他招募成你的夥伴 你拿第一張夥伴需要消耗一滴血 第二張夥伴需要消耗兩滴 就看你場上有幾個人 你場上有三個人 那你加入了第四個夥伴 就扣了四滴血這樣OK 夥伴的好處是他會提供符號 我們的職業總共 這個遊戲總共會有三種攻擊模式 一種是劍 一種是槍 一種是弓 這樣OK喔 這是夥伴 那後面有一隻弓箭手 那個深藍這一隻 好OK 再來第二種是武器 武器是紅色這個卡片 武器的效果跟夥伴類似 它是提供一把劍 那每一把武器效果會不一樣 但是武器跟夥伴有一個差別 武器是不需要消耗血量的 但武器有一個缺點就是呢 你每一場戰鬥只能使用一把武器 但是你可以派出所有的夥伴 就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那個情境喔 就是我們今天遇到一個怪物 所以所有夥伴都上 然後我可以用一把武器戳它 這是非常合理的 對 這是一個設計 好 再來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治療 什麼叫治療 就是剛好現在有開出來的藍色這張卡片 這張卡片告訴你 HP加1 你就拿這張血之後呢 你會立刻補一滴血 而且你未來的 休息的效益 你進行休息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可以額外送一滴血 這代表你以後拿這張卡片之後 你的補血量就變4滴了 大家可以理解喔 就是你越早拿那種喝泉水啊 得到一些祝福 所以你未來的灰血量是會越來越快的 這樣OK 好再來第四個是陷阱 陷阱是像這種灰色的卡片 陷阱會有兩種 那第二種剛好隱藏起來 我們看一下第二十期的 像這個 第一種是像這個 它會立刻說HP扣多少 這個意思是呢 你使用這張卡片的玩家 會扣對方的血量 這樣可以嗎 就是假如今天對方只剩兩滴血 然後我發動那張灰色 它就被我扣到0滴 它就死掉了 OK 第二種是像這種機關陷阱 它會放兩個Token上去 你拿到的時候呢 你會獲得兩個Token 你可以這樣放 這樣放 或是你也可以往後放 但是兩個不能放一起往後放 未來你的對手 如果踩到這兩張卡片的話 它會立刻扣兩滴血 可以齁 所以有時候這個動作 是拿來封對方行動的 因為 當 適當的把對方要點封數之後呢 因為它可以封多個點 所以你可以把對方想要點封數 它要付出比較大的大家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這樣子 好 這個叫做陷阱 好 第五個是 怪物 也就是這遊戲的重頭戲啦 怪物其實最難講 所以我們最後講 怪物我們會分為三大種類 一種是綠色 一種是紫色 一種是核色 第一種綠色是這一種 比較沒有那麼綠啦 好 這一種顏色叫做一般怪 一般怪的獎勵都是一點 等級 不管是哪一隻 一般怪都是等級一級 這下面的能力是它的血量 代表你打它要扣4滴血 這樣OK齁 右上角代表它這個怪物的弱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代表一把槍可以扣它2滴 你有兩把槍可以扣它4滴 三把槍扣它6滴 以此類推 好這個代表呢 它不怕劍 你有再多的劍都沒有辦法傷到它 再來是這裡一個弓代表呢 你有一個弓可以傷到它一點 所以今天如果我有三把弓的話呢 我可以扣它3滴它是不是只剩1 所以我只要附一滴血 就可以打贏這隻怪物 這樣OK齁 當然我什麼都沒有 我也可以打 我就是扣4滴血 用血硬扛 所以血量多其實有血量多的好處 但是你符號多就是打起來比較輕鬆 各有優缺這樣子 好一般怪的獎勵一定是等級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顏色 這種顏色的怪呢 它叫元素怪 它的打法一樣 跟剛剛一樣的打法一樣 它也是3滴 然後它的弱點 它的獎勵是元素 這是大地 就是大地元素 我們剛剛講到 湊滿六元素 你就贏得遊戲勝利了 另外呢 當你湊到相同元素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有兩個大地的話呢 你會學到對應的魔法 這裡有六張魔法卡 六張魔法卡對應六種技能 魔法 六大元素 你有兩個地你就會學到死甲 以後打作的時候呢 你負的血量就會減半 如果你學到兩個光 你就會得到聖光速 立刻提升兩個等級 一 兩個毒 就會立刻讓對方的怪物 血量加三 以後它就會更難打怪 以此類推 總共有六個魔法 對這樣OK喔 所以你打元素的好處是 一 你可以湊滿六元素 贏得勝利 二 你在學到魔法的時候 可以大幅提升你的戰鬥力 這樣子OK 好 最後講的是BOSS BOSS其實你可以想成強化的基本怪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你看 它是不是下面有寫十二十三十 代表呢 它出現在第一層的時候 它是十滴血 第二層的時候是二十滴 第三層是三十滴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它是隨機分佈的 右上角是它的弱點 OK 它怕劍然後也怕弓 好 最後是左上角 大家注意一下 BOSS很特別的是 BOSS的等級 這一隻是二 有些是一啦 不一定是每一隻都是二 那剛好今天開出來的 那個惡藥神贏 它是兩級 也就是你可以花十滴血硬扛打死它之後 然後等級提升二 或者是你有很多劍也可以輕鬆打它 這樣子 那一般來說 我們在玩的時候 越會玩的玩家 越會去搶BOSS 因為BOSS是兩等級的 它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那等大家習慣遊戲之後 就會理解我剛剛講的東西是怎麼了 好 好 遊戲的 它整個大概流程跟介紹是這樣子 大家應該還行吧 那我簡單試跑一遍給大家看好了 那 大概是這樣 可是一個人玩比較微妙 因為我知道我的對手在想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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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